菲律宾的国家呢 他们有一种保险 这个保险专门针对这种 家人或是自己被掳去隐藏起来 要求钱这个场景 一买了这个保险后呢 如果遇到这种的事情呢 那么保险公司就马上派出一个专业的团队 这个叫做谈判专家 那么他们当然是讲菲律宾话的 肯定不是讲英文 就跟这些坏人谈判 他们有聚业操守了哦 收钱后呢 不会把这个人怎么样的 肯定可以安全的回家 毛发不损的啊 你就谈妥价钱就可以了 你想想看哦 比如说我每一年给一个保险金 真的出事的时候 他要多少 一都无所谓了 这个保险公司给的嘛 他要给多少呢 在乎他的谈判专家 厉害的 谈低一点的 谈妥价钱 成交 然后人就放了 这个呢 是一种特色 那其他在其他 可能你根本没有人要买这张保险 我问新加坡的保险专业啊 他们说 你没有听过这个保险 这样 可能是只有菲律宾独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